银楼桌上摆满现金、存折还有签赌资料 原来是一名80岁的真姓老翁 以他经营的老字号银楼为核心 在同一条街道上联合经营三处六合彩签赌站 将涉案赌资收到银楼存放 并提供该地区新住民移工非法汇兑服务 警方搜索现场查获大量赌博签单 以及赌资新台币400多万元及各国外币 初步估算每天收住金额高达新台币60到70万元以上 本大队增破以真姓为首的中部大型的一个签赌站 那他经营的模式是以地方的老牌银楼为核心 在同一条街上他总共经营了三处的传统六合彩的签赌站 那收取的赌资都放在这个银楼里面 那案件成熟之后我们报请南口地检署来指挥侦办 在1月5号的时候来执行搜索居体 那台浦带回这个真姓祖贤跟赌场工作的人员 还有赌客等18人到案 那在现场也查获大量的赌博签单 跟组织新台币400万 在及各国的一个外币 那这个外币啊初步折合新台币啊 也约有188万元 所以啊我们来估算每日他的收注的一个金额 达到这个新台币啊60万到100万不等啊 下注的牌角也达数百人以上 那全案啊依这个赌博罪嫌啊 将甄信祖贤等人啊 及工作人员来解释南口地检署来继续侦办 那另外啊本大队啊也迫获以蔡姓 为首的一个中部线上的一个 博弈集团的一个案件 那该集团啊它是架设网络啊 提供了包括这个体育赛事啊 真人的娱乐还有乐透彩啊等多款的一个赌博游戏啊 那初步啊清查台湾的赌客啊也有上百人 那主要他是大陆赌客啊超过一千多人啊 那赌支啊也高达这个新台币啊10亿元以上 那抱歉这个台中地检署来指挥侦办 在去年底啊来捕这个蔡姓祖贤啊等11名嫌犯到案 那初步啊一啊这个赌博啊跟洗钱防治罪嫌啊 来移送台中地检署来继续侦办 过来过来拉了警察 警方表示打击犯罪没有假期 年节期间赌博犯罪仍是重点查期项目 警方也将持续扫荡不法地下汇队通路 截断境外诈骗集团营运汇队管道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优优独立ane Bren位